老语,李延高清镜头下缺陷明显,就像个别嘴的老奶奶,王妃婚姻六个字,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新二代都应该长得不错的,毕竟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明星,并且大多数的明星都是绝男俩女的,这样生下来的孩子,自然是具备了优良的基因了, 所以很多的新二代,都是自从生下来就是备受追捧的,但是这个世界也不是说没有绝对的,李延这个人就是新二代中的一个意外,当李延生下来的时候,就发现有非常严重的纯恶病,所以看起来长得很是奇怪啊,幸亏好的李延的父母都是超级大明星,并且有足够的经济能力,让自己的女儿去做修复手术的, 现在的李延完全是可以正常的生活了,但是口齿的确还没有完全的修复好罢了,并且大家也很经常的看到李延,在网络上发布自开和视频等等,看起来嘴巴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啦,也非常的有气质, 可是在高清镜头下,她的面部缺陷看着就比较明显了,尤其是嘴巴那个部分,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是有缺陷的,有一些网友看了都纷纷说道,怎么看起来像是个别嘴的老奶奶呢,会不会是不可能恢复好了? 小编觉得要是有办法恢复好的话,怎么可能等到现在,再去恢复? 但是网友们也没有用着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李延,因为李延在她这一辈的新二代里面是最自信最幸福的那个小女孩,虽然是在单亲家庭里, 但是父母们都被李延是非常的关心的,从小到大,该给大一分都不少,在娱乐圈里李延的人气也是相当的高的,很多巨星和李延是相当的好的,李延小小年纪就有着这么强大的气场,可以说权力不小,以后定有大作为的,即使没有很完美的脸蛋,李延却还是很自信,不在乎,因为李延有一身的才艺, 会写字会画画,并且做出来的作品还能卖出高价,之前李延还设计过一天熊猫项链,很多女性都有类似的童款,对于李延,王妃也是掩藏不住自己的爱意啊,在上节目的时候,大方的夸奖自己的女儿说道,我觉得她就像是个小仙女一样,在她看来什么都不是问题,并且李亚鹏也是如此,说自己的女儿非常的可爱, 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成为焦点的,然后现在的李延凭着自己的实力和个性,成为了一个小网红,并且拥有了很多支持她的粉丝群众,有时候还会被网友们戏称为李老师。 但是,小编从李延的身上看出,一个女孩子外貌,并不是最重要的,一个女孩子的自信远远比外貌来得重要得多,如果你长得很漂亮,但是却很不自信,那你怎么都发不出光芒? 再来看看李延,即使天生缺陷,但是因为自己的自信,让自己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还有认可,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强大的能量,不得不让小编我感到佩服啊,都想要李延老师学习了,对此广大的网友你们认为呢? 欢迎来此留言哦,该内容图片来自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作者删除。